現在時間是9點12分 然後我剛才一直在看 我們這邊附近呢 就是沒有看到極光的指數啊 KP值是0 然後結果一打開窗戶就有到極光啊 呃 搞笑 這裡就是 我們前面這邊看到 這裡有一條 這一條就是極光 我們現在要準備走去普遍看極光了 然後我們剛剛從窗戶看 就有一條很明顯的一條 然後現在變成超多條 現在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對 就超多條 所以我們趕快把全身衣服 又穿上 雪衣 雪褲 看極光裝備 對 因為一定會超冷 我把極光包拿在手上 然後連雪褲都穿起來了 那追極光呢 是大家來到這邊呢 都會做的一件事情 那有些人是參加極光團 然後我們是自己 在房間裡面就可以看到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算現在 我看極光預測的APP 它現在都顯示是零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趕快去吧 現在路上已經有很多人了 極光 一片綠綠的 真的都綠綠的 哇 飛走了飛走了 我們現在這邊真的是大爆發耶 超誇張的 很多很多 現在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等一下我再拍影片給你看 超多的 有這麼多人 多多看 你也追極光心的 在房間看到超多 看到超多的時候 就是要趕快停下來拍 對不對 不然我們剛剛走到湖邊的時候 就又變成比較少一點了 可是還是有壞掉好照片 對 你看到很多的時候就趕快停下來拍 好那我做到的追極光的功課呢 就是 要看KP指數 那KP指數越高的話呢 它能看到的極光的機率越大 那再來呢 最好是選沒有月亮的時候 初一是沒有月亮的時候 我們今天的月亮超前 對 我們今天月亮可以把路給照亮 但還是可以看得到很清楚的極光 那我們是有用一個APP去追極光的指數 但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極光指數明明很低 機率很低 是幾趴而已 但是就是看得到很清楚 非常 對 那我覺得 想要追極光的話 就是來這裡 對 阿比斯庫這邊 可能住了兩晚 一定會有一晚看到 那最後呢 就是注意 追極光一定要非常的保暖 把頭 脖子 手套還有腳 全部都要做好保暖 對 如果可以的膏袋能保暖 包在手上 好 早安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這個國家公園住宿它是有副早餐的 這個國家公園它整個很氛圍的 都是很溫馨 我們是直接找位子坐下 然後直接開始吃東西嗎 對啊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早餐有什麼東西 還有一些咖啡 炒 那邊有麵包跟奶油還有果醬 然後旁邊那裡還有西瑞 超多種類的西瑞 然後那邊有肉食 它水乳蛋還有一個這個承擔器 還有 去歐洲很多地方都會為了水乳蛋 還有用一個蒸狀 我真的覺得好久沒吃到水乳蛋 對啊 然後你看它還要用這樣吃 好 吃 早安 然後現在是十點 我們剛剛已經退房了 在阿比斯庫這個地方啊 我覺得可以住個兩到三晚這樣 因為我們昨天是看到很多的極光 可是今天看起來天氣又更好了 所以今天晚上應該會極光大爆發 然後我們昨天晚上是有雲 然後月光也很太明亮了 所以極光沒有弄到大爆發這樣 可是已經看到非常多了 就連從我們住的房間窗外看出去就很厲害了 然後它這旁邊還有House Toe 如果預算有限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選House Toe 然後這裡是我覺得最棒的國家公園的住所 因為我之前住的一些國家公園 可能就是稍微有點舊舊的啊 這裡真的是完全超新的 連House Toe的廚房啊什麼的也都非常新 很大 很推薦大家來到瑞典還有北極圈這邊要來的一個地方 感覺這也是蠻適合來玩一個三天兩夜或兩天一夜的地方 可以慢慢玩很漂亮 對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往 Levy那個滑雪場 芬蘭的一個滑雪場 哇看不到了 有紅色的天空來了 有紅色的天空來了 漂亮 在每歐國家都很多是個閉車丸 嗯 我覺得這閉車丸是讓人家停下來拍照用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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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紅色的天空 因為各位的天空 每個外圍都繞了 看時間 要做真心 對 做自眠一個人 有紅色的天空 也有紅色的天空 有紅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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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天空 好,我們現在在這個基綠納市 剛才加完油 然後它這邊加油,油價有比較便宜的 挪威還要便宜 然後我剛才看google mac上面 好像有顯示各個不同地方的油價是多少 基綠納這裡是瑞典的北部最大的行程 對,沒錯 那要搭瑞典的北極特快車就是打到這裡來 對 真的超冷,富時景點 然後我們來這個城鎮上逛一下街 來到這個城市啊 大家都會來這邊可能會過一夜 然後這邊也是有幾個景點 然後有些餐廳可以吃 瑞典北部最大的城市 那有一件美樂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逛小狐狸 湖外用品店 走 再來逛這一間 來看一下小狐狸有沒有比較便宜 今天今天才在網路上面說要來買瑞典的鞋子 好看耶,兩千塊 你有看到你還有包包嗎? 控制 這是什麼? 裝備包耶 這個 小狐狸的羽絨衣 七千塊 這裡很多人都穿小狐狸 小狐狸 小狐狸 工作人員也都穿這個 瑞典牌 國民品牌 對 好暖袋 這是多少錢? 你看這兩包二十塊 六十塊 兩包六十塊 這裡有比你之前逛的好便宜嗎? 好像都原價也沒有特別 也沒有特別 1099吧 我記得 其實有跟台灣一樣價錢 喔 呵呵 所以用 這一種的一般呢是2900 我上網查了 2900 嗯 然後這一種可以放 電腦的是3600 你看這個 2900 這個蠻好看的 嗯 2099 卡塔古尼亞的羽絨外套 好想要 現在在一個休息站休息 前往這拉伊迪的路實在太遠了 對 不要排這種行程 中間也要在停車 我覺得是因為天色 太早暗了 然後就讓人更容易累 好暖 嗯 先幾個? 好幾個 嘿嘿 剛到芬蘭了 好了 欸 前面這個 雪場的 雪場 最大雪場 哇 開了六個多小時 直到我們在拉伊迪住的這個地方 這個雪場 這個 雪場 它叫K5拉伊迪 然後雪場就在那邊 那邊就可以看到雪場 大家在那邊滑雪 而且 他們到這麼晚都還是有在滑雪耶 這一區呢其實是蠻大的一個城鎮 一個滑雪城鎮 就有超市啊 然後information center 然後餐廳啊 很多 我們拿到我們的房卡 我們住在一樓而已 然後它這裡有附早餐 7點到10點 它這裡有在賣東西嘛 然後它說如果要看極光的話 他們昨天有看到極光 然後在旁邊的湖邊而已 就有看到極光了 他們這邊有晚餐跟早餐 對 然後晚餐跟早餐 三丁彎付費 36塊 對 這裡大概是我們來這幾天呢 住過最新的一間 這裡一個晚上五千多 對 在這個滑雪場這裡 是我們全北歐 算是花最貴的住宿吧 但是這裡五千多 算是差不多這個價格 對 因為那是在 一一二到了 它在一個雪場 對 有更貴的一碗一萬多 兩萬多的都有 我們是找最便宜 應該不是最便宜吧 這邊應該有House頭對不對 喔 你看 看看我們住的 現在開燈 我們都來自己面對的滑雪場欸 好棒啊 還有陽台欸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好扯 好客氣喔 好棒喔 然後一進門呢 它這裡有一個東西 它這個是可以放雪板的 你看 它是不是可以烘雪板 對 它衣服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它這裡可以定溫 定溫 溫暖的衣服 酷 好酷喔 對喔 好棒耶 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 這裡就是櫃子 這麼多櫃子 然後掛著放鞋子的 喔有桑拿欸 好高級喔 對 哇 然後它這裡是淋浴的跟洗手台 然後它這裡有桑拿欸 好好喔 嗯 私人桑拿 每個房間有一間欸 然後它這裡有一架 然後兩個單人床合在一起 他們這裡的都是兩個單人床合在一起 變雙人床這樣 嗯 但這個單人床有大了一些 不然以往做的單人床 都是一個那個SPA的床的感覺 然後最後呢 就是這邊有兩個小沙發 然後跟外面有個陽台 對 讚 我們現在出來走走看看這個城鎮 然後順便找東西吃 這個度假村很熱鬧欸 對 而且好多店喔 非常有那種以前看電影 就是那種滑雪度假村的感覺 對 而且很多結冰好美 然後在它這個ZLAVI的市區呢 除了很多的餐廳之外 然後它也有很多租雪具啊 或者是戶外活動 像是戶外腳踏車的店啊 嗯 像這個就是租腳踏車的 或者是ski 對 雪板啊什麼的 那我們晚上要去吃那個烤肉飯 美樂最愛的烤肉飯 看起來 看起來就便宜了 真的 我們已經吃了好多天 微波食品了 這裡有漢堡 很多口味的漢堡 披薩 薯條 熱狗什麼的 好溫暖喔 我們點了這個烤肉 加上馬鈴薯 然後它還有是沙拉 這跟我印象中 在餐車上面吃到的不太一樣 因為它在上面也是加飯 然後再白醬跟紅醬 可是這個 可是這個不是那個 轉轉轉那個烤肉嗎 對 因為它比較算是手切的烤肉飯 我們這個是馴鹿嗎 不是啦 它馴鹿它就會點馴鹿 好